你留三分之一嘛 你不要全部这个遗产 通通这个拿去用了 都没的时候呢 会万念俱灰 但是其实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为什么这样讲 接下来这个故事就这样 活着我就跟被你拼了 我慢慢拼慢慢拼 总有机会翻身的 对 我有认识一位黄董 他住在内湖 住在城公路五段那边 对 他当初他的房子 他当初立厨的时候 还有请我去 那个房子是好漂亮 七八千万 身价也好几个亿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朋友 他是在从事 在发股东西纪念名 你收委托书 每一档买来 不是在买那种十几张 二十几张 每一档都是在那边买 一两千张以上 我知道他在内湖有好几间房子 他说我内湖的房子 都把它出掉了 因为我跟他很熟 他什么事都告诉我 我房子都出掉了 我也不瞒告诉你 我房子都卖掉了 那我跟你讲 我股票委托书 剩下的都是一些 闪闪的那种零股 那我现在我自己也在 山明社区租个房子 那我说那你怎么这样 你是把现金 就是当现金吗 还是要做什么 我跟你讲 我是拼零到快破产了 我说破产 为什么会破产 他说你知道当初 我把所有的股票 全部都卖掉 我就拼那一档 五三四六的立金半老体 对 结果你知道吗 在2012年的时候 他无预警的就是下跪 那他下跪的时候 剩多少钱 剩0.29 剩不到三毛啊 所有人要跑也跑不掉 全部的钱都扎在那边 对 他说有的那种 闪闪的你要跑 可能几十张 个位数几张还跑得掉 我的张数是几万张 我怎么跑 而且再加上 再加上剩那些价格 我也不可能跑啊 我把所有的股票 全部都卖掉 一直凹 一直追 一直摊 永远都没有用 摊至少留两件房子 对 那我说 那你把房子全部都卖掉 全部都压下去 他说对啊 不然怎么办 历经曾经是那个 低任的这个龙头 谁知道说他会下跪呢 没有人会知道有这么一天啊 那我说 因为我听到这个其实 我也很感伤 人家都讲到这样了 我还敢再跟他说 不然你有介绍朋友 看我有担当我收我 我连当下有这个念头 我也不好意思讲出来 你知道吗 我就说那黄董 那做小弟的 没关系 你有需要帮忙 我们学在这久 你这咖啡就跟我说 那所以当下我就知道说 不是只有赌博人 就会一夕之间 破产 对 原来玩股票的人也会这样 可是到了前几个月 我们到今年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我去山明社区 那边有一间咖啡 我跟我一个结拜大哥 在那边喝咖啡 突然有人叫我的名字 因为很少人会叫我件名 我就说黄董坐啊 坐啊 坐 然后就坐下来 坐下来 我当下我也不好意思 再提说 你最近有贪钱吗 你最近好吗 我也都不敢讲 他自己坐下 说喝要吃什么 还是还要点咖啡 我不要买我 他感觉就是好像 精神气爽的状态 那我们就坐下来聊 我就黄董 那最近最近有在搞什么 他就说 一样没有做什么 就是一样在大陆有个工厂 他就自己聊 他自己的 我们就听他聊 因为怕说讲错一句 就提到他的伤心处 揭开了伤疤 他就自己讲说 当初立金有没有 下跪的时候 他干嘛呢 他就去租房子嘛 因为他大陆的那个工厂 有没有 每个月的收入 还有办法维持家计 他说 他那时候 每个月 他破产的时候 还有中国的工厂 仅剩大陆的一个工厂 在那边苟言传传 一个月他说 大概还有 大概近亿就是说 还可以拿到二十几万 可是扣掉租房子 还有儿女的读书的费用 有没有 一个月大概剩下 大概六七万块而已 他说他把这些六七万块 那时候下市的时候 他历经下跪的时候 他就已经变成 卫商市股票买卖了 那时候他是因为 他没有印资本的 所以你要交易有没有 都要去券商 做三七五四张交易 他说他那时候剩下的钱 他说他干嘛 他心脏很大 剩下的钱 开始一直在那边狂收股票 那时候 就是狂收利金吗 对 那时候是0.29 讲说0.29 那时候0.29 其实他是比卫生纸 还不值钱 币纸就对了 而且我跟你讲 你三斤半夜 叫你去买 也没有人敢去买 为什么 买招车回去买 七八成还会破壞 所以他那时候干嘛 他那时候他每个月 勇敢的摊平 每个月剩下的钱 他就是透过 卫商市盘上 一直收 一直买 那我说 那你原本好几万张也很多 他说哪有多 他说几万张 去减资两次 减一次八十几% 又减一次二十几% 拜托说没有 好不好 对 那我说 那你一直收 一直收的目的 那现在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他说 就是一定有好的 我才跟你说 我说 所以是现在有期限 他说那几年一直收 他说突然有一天 他看到一则新闻 他说好像仿佛看到 耶稣降临 真的 他说那篇新闻打的标题 他说看到耶稣降临 我说标题是打耶稣降临 他说不是 他说那个标题是什么 他说黄重仁董事长 负债一千两百亿 近几年已经还了 七百多亿 八百多亿 对 然后他有自信说 这一年的时间 他可以把剩下的两三百亿 我们全部还完 历经取死回生 对 而且他当下 他当下就赶快去问卫生市的盘商 我说请问一下 现在那个卫生市盘商 我这个历经的股票 现在有多少钱 人家盘商竟然跟他讲说 有十七块多 对 他当下说 他当下听到他自己也吓一跳 涨十七倍 对 所以我说 那我说黄总 所以后来呢 你是十七块多就卖掉 他说他没有全部都卖 他说他就这样把它一半出掉 对 一半出掉 至少说先有个根嘛 对 他把一半出掉以后 然后他说后来 那我说那后来呢 那所以你现在股票还留着 他说直到了近期有没有 因为历经有没有 又成立了一个子公司 叫做历基电 对 这个历基电 外界把它称为叫做小的台积电 因为为什么 他黄总能说 预计年底有没有 十二月要把它挂牌上柜 而且他说在上个月 在前几个月的时候 那时候历基电有没有 刚成立的时候 也是十块多 他们因为历经 要用减资的方式 用股票转移 转移了六十五%过去历基电 那他说他也很同意 那我说那你同意 你不怕说 这个公司到时候变壁子吗 他说建民我跟你说 现在几块你知道吗 当初转移的时候是十块多 现在历基电在卫商市盘上 已经来到了四十五块 所以我说那黄总 那你现在 你就扣这个过敏了 他说建民我跟你说 我告诉你我心中 我是没心中的人 我告诉你 我把我熄悉的 他说拜也是历经 陈也是历经 他说他把它当初 那几间豪宅 我卖掉了 做一段全部偷偷回来 连理事都给它割回来 所以我说黄总 那你真的是让我看到了 你也算是一个奇人 对 有办法濒临到破产 破产又爬起来 真的是少之又少